在指引亚运团体赛讨论无比赛画面不喜悟路 朋友们说声晚安欢迎你的加入 如果有听到我现在的声音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下短暂的声音测试 有听到声音的话在旁边的留言栏 在旁边的留言栏上打上OK 让我知道我的声音是OK可以听到的 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 戴之影亚运团体赛的讨论 没有比赛画面所以不喜欢的话不要进来哦 那今天呢很很顺利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球后戴之影呢在今天比赛中 在团体赛的比赛里面呢 就是在单打第一点到半比0 直落轻松的击败了这个巴基斯坦的选手 这个沙扎德 所以可以说是这场比赛赢得非常非常的轻松 非常非常的轻松 然后在这场比赛呢如果说还没有观看这个比赛的 这个还没有得知比赛结果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现在马上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第一局呢 小戴是21比14小戴是21比的这个比赛 那看起来分数差距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大 那是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比赛的时候 小戴通常第一场的比赛他就是有点像是在四水温 尤其是在团体赛的时候 尤其是在团体赛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比赛里面 你可能不会看到非常大的这个比分差 这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因为小戴有时候你也知道嘛 现在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 是在印尼的魔鬼主场哦 在印尼的魔鬼主场 所以他的风向啊非常的诡诀不变不定 所以在印尼这个魔鬼主场里面呢 有一个绰号啊 印尼魔鬼主场的风啊 叫做妖风 叫做妖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所以小戴在今天这一场的比赛呢 他打的 他打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比赛的画面 因为今天不论是哪一个体育台的转播单位 都没有办法提供讯号员 因为今天雅加达当地呢 这个他们根本是没有提供任何的这个转播服务的 只有在场地一有 那很不巧的是小戴他们今天被分在的是场地三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透过任何的画面来看到小戴今天比赛的状况 但我们可以猜测 小戴今天比赛 比分差没有拉到非常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在测试这个场地的风向 那小戴在赛后的时候有在讲说 他第一局的时候的确是有点在测试场地的风向 所以第一局的时候 他的比分是没有没有拉到很大 第一局是第一局是21比14 而且开局的时候一度还有4比7的落后 对那我们可以说小戴他是在调整他的一个就是比赛的节奏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场地的适应场地的风向等等的 那今天在比赛的时候还有发生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部分 就是今天因为早上10点比赛 印尼当地是早上9点比赛 他说因为现场比较没有那么多球迷 因为风太大那不是风太早比了不好意思我讲错太早比了 所以小戴呢在观众席上刚好有看到一个印尼球员他很可爱啊 这个印尼球员在印尼球员在用中文跟小戴说加油 印尼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小戴 所以他用就是中文去跟小戴说加油在观众席上 那小戴也有注意到他觉得这个举动非常的非常的可爱 对跟刚加入的朋友说声晚安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这个戴智莹亚运团体赛的讨论 那因为我们这个直播是没有比赛画面的 所以如果你点进来看不是你喜欢看的没有比赛画面的话 不好意思我们这个直播是在讨论今天的这个比赛 那虽然今天亚加的这个亚运场地里面呢 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转播 就是戴智莹这个场次是没有任何转播的 那我们可以从就是目前的这个比分来稍微做一个猜测 因为我们不是当我们没有当场看 我不知道现场状况 那第一局的比分是21比14 第二局的比分是21比17 对那小戴是在赛后访问有跟媒体朋友说 他还在适应场地的一些风向 还有包括第一局的时候小戴要反映说 第一局比赛的时候就是观众席上的灯好像有影响到 灯光好像有影响到他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视线的问题 对那相信这些问题在之后的比赛都会就是慢慢的得到解决 那跟大家做一个赛事预告一下 明天早上的10点印尼时间的9点台湾时间的10点呢 小戴所属的这个台湾羽球女子团体呢 将会对上由伊瑟农 我们泰国伊姐伊瑟农领军的这个泰国女子团体 所以明天早上呢 非常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看到就是久违的 大概有两个月没有看到了吧 我想自从那个优巴北以后 小戴就再也没有跟伊瑟农交手过了 所以说 所以说就是在这个部分呢 小戴就是已经开始 在明天在女子丹达的第一点 在女子丹达第一点将会跟魁维一九 大概有两个月没有交手过的伊瑟农进行对战 那到时候我们也非常期待 希望啦 拜托拜托 希望明天转播有转播 可能被安排在第一个地 就是雅加达的这个羽毛球比赛场地的第一场 那个第一场地 这样的话一定就会有转播 那这样明天的话呢 小林我小林我呢 也会就是为大家送上语音的这个播报 我们会有即时语音比分的这个播报 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比分的话呢 也可以来锁定就是我们的这个 每日新闻everyday news 频道 那我们会就是马上即时的做这个分数的这个转播 即时的语音的转播 那也会做一个即时现场的 这个比赛的状况的这个连线转播 那没有办法播出这个比赛画面 甚至因为版权的问题 所以我会用这个语音的方式做呈现 那给刚刚给我两个赞的这个网友们 说声谢谢 感谢你们的支持 那非常感谢你们 那如果给之后再看我重播比赛的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支持我的频道 请不要忘记给我频道一个这个订阅 然后也给我这个影片一个赞 然后或者分享我的影片 希望我在年底前能够达到我这个每日新闻everyday news的这个1万订阅的这个目标 那还有我希望大家就是多多帮忙 特别的地方就是小代在跟这个巴基斯坦的选手比赛的时候 巴基斯坦的选手他们是穿长裤哦 他们是在穿长裤比赛 那其实是跟他们当地的国情国家文化有国家文化或宗教信仰有关系啦 所以说好像在比赛赛后呢 白玉珀有我们的这个女子羽球代表团 白玉珀可能有跟巴基斯坦女子羽球队的这个选手们聊天 有问到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只能 那为什么你们要穿长裤比赛 为什么你们要穿长裤比赛 那巴基斯坦的女子选手也大方的跟他们说 我们就是只能规定穿长裤比赛 可能这是他们文化那跟国情 也有可能跟宗教信仰有关系 所以他们是穿长裤比赛的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因为就白玉珀他自己个人的说法是穿长裤 不好意思发音不标准 穿长裤应该是不太能够 在打羽球的时候不太能够伸缩自如的这个活动 那也蛮特别的就是两国间我们 台湾跟这个巴基斯坦彼此呢 透过这个羽球也可以达到一些文化上的交流 这是蛮特别蛮令人印象深刻的 那今天这场比赛其实蛮快就结束了 马上跟大家做一下就是简单的一个今天这场比赛的一个状况 就是小戴在第一局就是女子单打第一点的时候 就是以直落2 2比0赢下了第一点的比赛 那第二点呢我们是由这个女单 第二点也是女单 那是由我们的这个台湾派出世界排名第29的白玉珀 那他也是以直落2赢得了这个比赛 那他的这个每一局的比分是21比5 21比6 去等于算是直接毫不留情面的去给对手一个重创 那第三点呢是由台湾的这个女子团体呢是派出这个女单世界排名第46的 第46名的这个江美慧 不过他现在改名的叫江颖丽 应该叫江丽颖 不好意思 江丽颖 那这个江丽颖呢也是去年的四大 北四大运的铜牌 那他也是一开始就第一局一开始就连拿了13分 那最后是以21比6 然后第二局21比7赢得了这个比赛 赢得了这个比赛 所以说呃就是因为呃女子单打团体赛这个部分就是才五战三胜嘛 那先赢了前三点以后呢就可以就是不用再打后面的两点了 那就这样子非常顺利的进入了下一轮的这个八强赛 那八强赛就是在明天 明天的早上台湾时间10点 印尼时间9点会在就是同一个场地开打 那至于是场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呢 呃目前还没有公布 目前还没有公布 不过我们是非常中心盼望是在场第一啊 因为场第一才有转播 不过我个人猜测是月目前的比赛已经进入到八强了 那八强的话呃参赛队伍变少的话 或许有机会可以排到场第一吼 或许有机会可以排到场第一 那如果有排到场第一的话那就会有这直播 那有直播的话呃 我小林我呢明天呢也会在我们这个线上做这个语音文字的直播 让大家了解就是小戴戴之影的这个现场比赛的这个最新的资讯 所以说呃无论如何就请大家明天10点早上10点的时候锁定一下电视呃 可能是爱尔达体育台 那如果没有爱尔达体育台的话也可以锁定呃每天新闻everyday everyday news频道 那小林会为大家就是做出一个这个呃我们快速及时的这个线上分线上分数的一个这个通知 就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再来要跟大家就是讨论的部分是你觉得呃我们这次台湾女子羽球团体的这个成绩会到哪边哈 是有望夺牌吗还是在八强就会止步 因为就小戴个人他觉得呃我们个人我们在女子羽球的这个部分呃对于我们下战对手泰国女子羽球的这个实力平均而言我们是小输一点点的 但是你知道吗呃羽球赛总是有许多呃变化莫测的一个比赛的这个因素在所以明天在比赛呢 我觉得是相当有拼的因为大家的实力没有说差很多可能就是伯仲之间吧可能泰国高一点点那也可能是我们进步了一点点比泰国高一点点这些都很难说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呃明天是一个非常怎么讲非常好看然后非常张力非常将会是一个张力十足的一场比赛 所以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这边呢目前也查到一个资讯 现在不是查到正在查询这个资讯看看明天呢呃是不是会有在就是带晶莹的比赛现场会提供直播 但是目前呢还是没有这个相关的资讯不过没关系我们如果一有资讯 大家就明天早上十点就可以知道如果一有资讯你就可以打开我们的电脑或打开手机 收看这个每日新闻everyday news的这个我们频道的语音直播没有没有比赛画面就是语音的这个直播 所以大家都可以过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情况进行的如何 所以明天如果有呃早上十点呃电视单位有转播的话 我一定会为大家转播就是为了为大家带来这个最快最及时的这个线上转播的这个呃服务 那呃呃出了小代的比赛以外呢其实呃呃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亚运呢 这一次的亚运呢还有其他就是台湾还有其他一些参赛上的项目 都是一个非常呃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有都将会有一个非常棒的表现啦 呃所以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包括包括呃今天才刚登场的这个跆拳道的品试啊 然后跆拳道这个品试的项目那跆拳道品试项目呢其实是觉得呃这个是非常还就是非常棒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这边有看到一个这个消息是跆拳道品试男单与女团呢是进了四抢 那有机会夺得第一面金牌有机会夺得第一面金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试呢是第一次列入亚运正式竞赛的这个项目 所以呃在品试的部分呢今天呢男单的小将台湾男单的小将呢 陈静陈静在八强赛里面打败了中国大陆的好手胡明达 然后呃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团体的部分女子团体呢台湾的这个跆拳道是列在品试的部分是列为第二种子是列为第二种子哦 所以他手轮是轮空的那八强赛呢明天的比赛呢呃不好意思呃这边更正一下八强赛碰到的是实力比较薄弱的尼泊尔 所以我们果然是不费摧毁之力的就是以总分呃总平均就是总平均的分数是8.19分拿到了胜利 所以四强赛呢呃我们的这个台湾女子品试台拳道品试的这个代表团呢将会对上泰国泰国那呃 呃根据就是亚运的这个系列专题报导这会是一场就是应战呃好这是会这会是一场应战 所以呃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就是做做一个我们的这个亚运的收看为我们的台湾建额呢加油打气好 那我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为台湾就是加油 那台湾如果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诺金的数量大大提升我想呃这也可这也是一个好很好的方法 让呃全世界看见台湾让亚洲看见台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方法的好的 那呃今天的部分呢我们刚聊到戴智颖的部分嘛那戴智颖的部分我必须回头回过头跟大家分享一件就是 我自己觉得小代以往在团体赛的第一场啊他其实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呃我们刚刚讲到说呃小代就是第一场他是直落二 但是他的比分并没有拉到这么拉呃差距并没有拉到非常大可是相较呃小代是女单的单打一嘛那相较于单打二白玉破汗单打三的这个江丽颖他们好像比较呃就是比分差好像比较大 那其实小代他是比较佛心啊他在比赛的时候有时候对上那个世界排名差距比较大选手的时候他不忍心把选手的就是整个打垮他有时候会就是想让对手保留一点就是他的自尊心或者是呃不要让对手输的太难看所以他有时候他比分差不会差到非常的夸张这样子那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小代他是算是一个非常佛心的这个选手啦 他不会说他不会说给给就是比分差差到太夸张让那个让他的对手非常的难看这样子但是今天如果呃小代是对上就是世界级比如说前十或前五名的这个选手 比赛的差距就是一咪咪一咪咪而已所以就是在就是在实力相当的时候呢小代打起来他不会留几面说呃比赛的这个是双方的这个实力相当的话小代打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这么讲快很准的所以说呃今天的比赛呢小代算是赢得轻松 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明天小代在早上的十点在早上的十点将对上的是泰国的伊色农泰国的伊色农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看非常好看的比赛因为双方小代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伊色农呢是现在世界排名第四啊第一对第四到底双方的这个实力经过两个月没有对战以后双方实力呢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是真的非常期待看到呃这样的 对战组合再次对战的尤其是伊色农呢是目前呢呃在对战战机上呢对小代来讲呢是呃没有说呃差太多的就是双方的对战史呢算是平分秋色 对不过呃就大部分的球迷客观而言小代的整体技术是比伊色农还要好的所以不不论如何我们明天都可以拭目以待那跟大家说一下明天早上是十点开始比赛那目前我们还尚未得知说是否有转播那如果有转播的话呢 呃大家家里有那个NOD的话可以锁定就是爱尔达体育台那看是一二三台哪一台大家都可以互转一下如果没有NOD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像是公事或东森啊这些频道他们都有转播这个亚运那都可以锁定那如果说呃这呃你在上班没有办法看的话你也可以打开我们这个美日新闻美日新闻everyday news的这个频道YouTube频道我会做这个即时的语音的现实 上转播大家可以听耳机或者如果真的听不到耳机也没有关系我会把这个即时的比分分数还有即时的资讯呢打到旁边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对话栏大家可以即时看到现在急比几现在急比几的好那算是呃想要为大家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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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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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频道的这个1万订阅 希望能 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多多的帮忙 那无论如何 你无论你今天身在何处 都祝你今天晚上有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呢 明天是礼拜 明天是礼拜一 那要大家要一样 大家都要上班打起精神 那我也会站在 我也会在这里为大家 就是如果明天有直播的话 为大家直播这个 带自己的这个比赛赛事 那OK 那就这样子 那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周 那明天 无论下雨天 放晴天 祝大家明天有个美好的一周的开始 那就先这样子了 OK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祝大家